古天勒 古天勒 一个总是带着迷人笑容和精湛演技的名字 同时也是一位心地善良的人 他以热心公益事业而闻名 尤其是教育方面 最近 他回到他的母校 加密中学 进行了一次特别的探访 这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问候 古天勒此行是为了与学生们交流 分享他的人生旅程 并就如何应对学校生活的压力 提供建议 气氛非常热烈 学生们兴奋不已 渴望见到这位 曾经与他们在同一间教室学习的巨星 对于古天勒来说 这不仅仅是一次访问 而是一次回归 他显然很感动 他的情绪反映出这个地方 在他心中有着特殊的地位 这次探访 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回忆之旅 还是一个激励年轻一代的机会 古天勒在与学生们的互动中 分享了他在演艺圈的经历 并强调了坚持和努力的重要性 他告诉学生们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 都要保持积极的心态 勇敢面对挑战 学生们听得津津有味 并积极提问 气氛非常活跃 古天勒还参观了学校的新设施 并对学校的发展表示赞赏 他表示 看到母校的进步 让他感到非常自豪 这次探访 不仅让学生们受益匪浅 也让古天勒 重温了他年少时的美好回忆 这是一个充满温情和启发的时刻 让人们看到了古天勒 不仅是一位优秀的演员 更是一位有爱心和责任感的社会楷模 分数不是一切 成绩固然重要 但他们并不能完全代表一个人的能力和价值 古天勒强调说 他的声音在李陶尼回荡 这句话引起了学生们的共鸣 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承受着学业上追求卓越的压力 古天勒以他真诚的态度和relatable的精力 想让学生们知道 他们的价值不是由成绩单上的数字来定义的 他强调了追求兴趣探索不同领域 以及在学习过程中找到乐趣的重要性 重要的是享受旅程 而不仅仅是追求结果 他的话为学生们提供了一个refreshing的视角 鼓励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定义成功 而不是被社会的期望所束缚 古天勒还分享了他自己在学校时期的经历 如何在学业压力下找到平衡 他提到 虽然他在学校时成绩并不总是名列前茅 但他通过参加戏剧社和运动队 发现了自己的兴趣和天赋 这些经历不仅丰富了他的学校生活 也为他后来的演艺事业奠定了基础 他鼓励学生们 勇于尝试新事物 发掘自己的潜力 并且不要害怕失败 因为每一次失败都是一次学习的机会 这些话语让学生们感到鼓舞 并重新思考他们对成功的定义 在当今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 人们很容易陷入比较的陷阱 不断的将自己与他人比较 古天乐正面回应了这个问题 他告诫学生们要抵制与同龄人比较的冲动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缺点 都有自己的节奏 关注自己的成长 庆祝自己的成就 无论大小 他的话有力地提醒人们 真正的成功在于拥抱我们的个性 走自己的路 关键是要认识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道路 将自己与他人比较 只会阻碍我们自身的成长和幸福 古天乐的下一个建议很简单 却很深刻 不要把事情憋在心里 他鼓励学生们在面对挑战或感到不知所措时 向他们信任的人倾诉 可以是朋友、家人或老师 说出你的烦恼可以帮助你看清问题 他语气温和而 reassuring地分享道 他强调了建立支持体系的重要性 一个由真正关心你的人组成的网络 可以在你遇到困难时提供指导和鼓励 这提醒我们 没有人应该独自面对困境 寻求帮助是strength的表现 而不是weakness 第五部分 漫步记忆小巷 我不仅仅是提供建议 我还分享了我自己学生时代的趣事 瞬间拉近了巨星和relatable榜样之间的距离 我回忆了我最喜欢的科目 启发我的老师 甚至还有那些让我被叫到校长办公室的淘气时刻 我记得那些日子里 我们会在课间偷偷玩耍 讨论我们最喜欢的电影和音乐 那些简单的时光 让我学会了珍惜友谊和努力学习的重要性 我还记得有一次 我因为在课堂上开小叉而被老师批评 但那次经历教会了我专注的重要性 他的故事引来真正笑声和会心的点头 提醒着每个人 即使是像他这样 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的人 也曾经历过与他们相同的挑战和不确定性 这是一种grounded的体验 让他的建议听起来更加真诚和可行 他的回忆不仅仅是关于学术成就 还包括那些塑造他性格的点点滴滴 这些故事让人们感受到 无论我们走到哪里 我们的过去总是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我们的未来 他的经历让人们明白 每一个小小的决定和经历 都可能成为我们成长道路上的重要一环 第六部分 众心云集的支持 古天乐并不是唯一一个致力于激励下一代的人 与他同台的还有娱乐圈的其他知名人士 他们都echoing了他关于任性 毅力和保持真我的讯息 他们的出现为活动增添了另一层excitement 但更重要的是 他强化了这样一种观念 即成功有多种形式 随随自己的passion 是一段值得经历的旅程 这是一个 united的支持阵容 鼓励学生们要有远大的梦想 并以unwavering的决心去追求自己的目标 第七部分 智慧之语影响深远 他施加压力 要求他专注于更实际的科目 另一位正在与自我怀疑做斗争的学生 从古天乐关于自我接纳和拥抱个性的讯息中找到了慰藉 第八部分 古天乐的话语给人一种解放的感觉 提醒人们 正是通过我们的不完美 才能发现我们真正的力量和任性 第九部分 连结的力量 除了实用的建议之外 古天乐此次访问的真正独特之处 在于他能够在personal层面上与学生建立联系 他专心倾听他们的故事 给予鼓励 让每个学生都感到自己被看见 被重视 他真诚的温暖和谦逊 为学生们创造了一个安全的空间 让他们能够敞开心扉 分享他们的脆弱 这提醒我们 即使身处名利场 人与人之间的连结仍然至关重要 有时候 只需要一个倾听的耳朵 和一句kind的话语 就能改变一切 第十部分 荧幕之外 古天乐对加密中学的访问 不仅仅是一次名人亮相 这是他的人格 回馈社会的承诺 以及他真诚的希望 对年轻人的生活 产生积极影响的证明 这提醒我们 在明星光环的背后 是一颗充满同情的心 他致力于利用自己的平台来做好事 他的行动胜于雄变 不仅激励了加密中学的学生 也激励了无数目睹了他真诚的同情心 和致力于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人 第十部分 一个鼓舞人心的夜晚 夜幕降临 空气中弥漫着希望和鼓舞 古天乐的来访不仅仅是一场活动 这是一次难忘的经历 给所有参与者都留下了lasting的影响 他的智慧之语 relatable的故事以及真诚的温暖